而藝人郭初遙日前被爆料 積欠社區管理費將近5萬元 還擅自撕掉管委會貼出的摧繳公告 甚至指出他把社區大廳當成儲藏室 網購的包裹是堆積如山 而2天後下午他出席活動時接受訪問2分半鐘 被問到私下公告當時的心情 他竟然忍不住哽咽反零 欺負你的有心 轉心 愛心 藝人郭書遙街舞活動上大秀舞姿 但日前被控訴是惡鄰居 在敏感風頭上他仍然現身 更親上火線解釋並道歉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生活習慣 然後我沒有把生活上的事物處理好 然後造成了這些困擾 我覺得非常非常地抱歉 畢業檢查過了 那之後也會就是演一力氣 就不會讓這些事情再發生 先前被爆料積欠長達一年 將近5萬元的社區管理費 還把堆積如山的包裹放在大廳 紙箱更是堆門口影響住戶 就連管委會貼出公告提醒 也被他撕毀 就是細節我就不多解釋 因為我也不希望讓今天的活動施交 所有的事情在就看爆料出來以前 都已經完成了 就是都已經完成了 郭書遙出道16年來 歷經去年弟弟涉供諜案 還有過去緋聞男友涉毒案 這回個人卻被鄰居投訴 也引發關注 那有想跟鄰居說什麼 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大家 怎麼會造成這樣的動作 接下來挑戰黃盛全台報道